秘魯有天空之城 美城的印象古城 馬丘比丘 在八個月的防疫封鎖之後 這個禮拜重新開放 每天遊客上線六百七十五人 只有原來的三成 另外全球登山探險家的聖地 尼泊爾也迫於經濟的壓力 重新開放登山客入境 海拔兩千三百公尺的安地斯山上 馬丘比丘五百多年歷史的印象古城 終於再次對全球遊客敞開大門 二號在原住民傳統儀式 跟光雕秀的視覺饗宴下 正式宣告回歸 興奮的遊客們 早一天就搭乘火車 沿著烏魯巴班河 前進馬丘比丘 疫情威脅還在 消毒口罩與量體溫必須做足 一機每天接納的遊客上線 也縮減為六百七十五人 是過去的三成 古城半年多不曾迎接遊客 雲煙依舊繞绕 這對法國遊客 為了等待馬丘比丘重開 從三月起就待在秘魯 如今終於搶得解封後的投降 我們今天很高興 在馬丘比丘 這就是我們的期待 在北京 雖然我們看到 很多美麗的東西 在國家 我們說是可惡 來馬丘比丘 前必經的大城市庫斯科 目前街道仍然寂靜 跟過去車水馬龍 遊客如知的景象 完全兩個世界 導遊改行賣冰淇淋 一品店 咖啡廳 旅行社 外匯兌換店跟民宿 陷入經濟寒冬 政府的紓困金 杯水車薪 業界引頸期盼 遊客趕緊回籠 同樣的情況 也發生在尼泊爾 全球14座高峰 有8座位在尼泊爾境內 包括第一高峰 朱穆朗馬峰 旅遊經濟養活了 境內80萬人口 但防疫封鎖 讓一切歸零 每年春季登山 秋季践行 兩大旺季 今年變得慘淡 登山設備跟帳篷 堆在倉庫裡 無人問津 政府決定有限度開放 挽救總況 尼泊爾觀光局表示 這次開放只限於 合格的登山客 與健行客 這類確定能控制 管理的族群 遊客事先要提供 詳細行程 雇用在地的裝備公司 買足涵蓋 新冠病毒治療的 健康保險 出發前必須先篩檢 抵達後 要住防疫旅館 一個禮拜隔離 之後再檢測為陰性 才能入山 相對的 在地巷島 挑夫 廚師 助手等從業人員 也必須篩檢 確保彼此安全 尼泊爾當局 原本把今年設為旅遊年 力拼觀光客翻一翻 不料疫情打亂一切 全國三千萬人口中 已經累計 十七萬多例確診 近千人死亡 醫療資源緊迫 防疫不能不言 記者書惠中真的報導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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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